感谢各位来到留学的真相 有一个台湾女孩毕业于哈佛大学 她精通中文英文日文拉丁文 她还会说广东话和客家话 这个女孩大学毕业的时候去面试投资银行 可她那会儿只学过会计 这门跟投资金融还有点关系的课程 但她后来做到了高盛集团的合伙人 这个女孩叫林夏如 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 作为哈佛的校友 她还代表哈佛大学面试亚洲的学生 最早投资阿里巴巴的不是软银 而是高盛 当年林夏如是高盛集团私募部门的亚洲区主管 她从朋友蔡崇信口中听说了马云 对于马云的故事非常的佩服 高盛集团后来以500万美元入股阿里巴巴 林夏如也成了马云的贵人 国外的资本从来不是那么好拿的 依然贫穷的第一代internet创业人马云 签署这份融资报告的时候 几乎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作为抵押 例子吧 你如果是在天津的一个家具厂 你要能把你的这个家具卖到 这个Seattle在美国去的话 这中间的过程是相当艰难的 但是有阿里巴巴这样的网站的话 整个这个国际的贸易能够加速非常的多 那对这个整个中国这个外出口市场的成长呢 这个的刺激也是相当大的 林夏如从小在台湾长大 后来一家人迁居到美国 他的父亲在IBM工作 林夏如的爸爸 对于林夏如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的教育 那很是有一手非常注重独立性的培养 林夏如爸爸就觉得 上好学校从来就不是最终的目标 对于人生的规划 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才最关键 家里去不去阿姨移不移民美国 上哪所学校 林夏如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 都是决策者 据林夏如回忆啊 有一年夏天他想回台湾找一份实习打工 他爹就让他自己去找 并且给了他一份招聘启示 这个招聘帖上面写的是台湾的一家很著名的律师事务所 招英文文书 但当时能进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家庭的孩子 林夏如是少数的几个靠着招聘启示去招聘的 没聊几句这个林夏如就把这个HR给说服了 微信公众号搜索留学的真相 看节目录制直播现场 参与互动 有不同的观点 欢迎你来战 快 我们等你们一起来玩啥 我就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 一心想进电视台 大三暑假 我就想去电视台找个实习 但那会儿发现 一到属下实习生特别多 好多栏目不招实习生 要想往里塞人 还得脱关系 我当时好不容易发现一家电视台 公开招聘实习生 把我的简历投了过去 人事部给我来了个电话 聊了几句 后来就再没有下文了 但我当时不甘心 毕竟快上大四了 必须要找个实习 我就在网上面搜索这家招聘的电视台的相关信息 终于在一个新闻稿的角落里 找到了这个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的联系方式 当时就想毛遂自荐 给这个新闻部主任发短信 他后来一想 发短信 人家不一定理你 人家也很忙 写信把握更大 我当时就把我的简历和在大学里边做过哪些事 逐字 一个字一个字用钢笔写在一张A4纸上 写错一个字重新写 然后附上我的作品课程的光碟 一起寄给了这个新闻部主任 没过几天 这个电视台的人事部又给我来了个电话 让我第二天就去实习 当时是欣喜若狂 我就记得上午来的电话 下午我就背了个包 买了一张去这家电视台所在城市的火车票 那一周 前一周我都是寄宿在我的一个朋友家的 后来才知道这个新闻部主任拿到了我的这封信以后 认真地看完了我的简历和我的作品 他那会儿对于人事部给他挑的那几个实习生非常不满意 所以我才有了机会 而且那个时候这个新闻部主任已经升职做了副台长 对于那位台长我一直心存感激 因为那段宝贵的实习经历 对我日后在媒体行业工作帮助很大 刚才这两个故事都是在讲申请工作 其实不管是工作还是学校 申请本身对于你得到这份工作 和被这所学校录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就和你聊一聊申请 申请文化在西方非常浓厚 上班上学商务洽谈都要申请 你去医院看病 你去教授那问问题 都要预约预约也是申请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周围有很多这个英国人 对于时间管理都非常棒 他们在工作日的时候 都有一个自己的日程安排表 就跟课程表一样的 不一定说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但你要想占用别人的时间 你必须要弄清楚别人的日程安排 你就得预约 如果是正式会见 你最好是发邮件 你去教授那问问题的时候 你千万别超时 而且时间要掌握好 每一分钟都要利用好 不要太长 预约本身就是申请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申请美国私立大学 申请本身就好比临门一脚 这一脚踢不好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复制东流 美国私立大学的申请准备材料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我称之为客观材料 你的GPA成绩单 AP课程考试成绩 还有你的家庭背景 第二类叫主观材料 就是给你一篇命题作文 让你去写 还有你的推荐性 那有些大学会额外的问你几个问题 让你多写几篇命题作文 这个客观材料 这些数据 这些材料是很难发挥的 但是主观材料 发挥的余地就非常大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穆斯林小哥 被斯坦福给录取了 他当时的命题作文就是 什么对你最重要 What matters to you and why 一百字以内 这小哥想了想 写了一句话 Black lives matt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黑人的命最重要 Black lives matter 这句话是去年非常火的黑人维权口号 这小哥把这句话复制了一百遍 交了上去 最后 这小哥被录取了 当然这个小哥的案例不足为逊 是个个案 因为这小哥家庭背景让他很巧就在政商界当中非常的活跃 是个活动家 你别跟人比 他是个个案 但是从这件事一个侧面我们能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命题作文你在写的时候千万不要假大空不要写一些看似水平很高 理论很高而不具体的事情 这个命题作文要有个性 讲清楚一件具体的事情比讲清楚所有的这个理论和道理要重要 关于美国大学申请具体的细节和套路 这期节目不赘述 推荐你看一本书 乌军老师写的大学之路上下两册 这本书我们之前节目里边推荐过 关于美国大学的申请全在第六章 写的非常详细 其他章节对于美国大学的解读也非常精彩 老规矩 转发本期节目到朋友圈 截图发给微信公众号对口留学平台 前十位拿这本乌军老师的大学之路上下两册 从第十一位到第五十位送这本谁是美国人 这本书其实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送过一次 当时这本书市面上所有的存货都给我们买光了 还不够啊 所以这个出版社后来专门为我们加印给我们寄了过来 谁是美国人看了这本书 你能了解美国的本质 对于你申请美国大学 了解美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今天想和大家表达的一个观点啊 就是我们去西方接受西方的教育 而西方教育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申请 被我们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给遗忘了 大学之前我们要申请学校大学毕业我们要申请工作 这两块是西方高等教育当中最最重要的两块啊 尤其是这个个人陈述是申请当中啊最最关键的一部分 在美国啊个人陈述是一个人界定自己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啊 自己能提供什么 社会需要什么啊 毫不夸张的说在美国是一纸陈述一纸字数定终身 当然这个字数的好坏和个人的经历又密不可分 为了写好这区区几页纸的个人陈述 一个求职博士甚至能花得上几个月的之间去反复修改 反复打磨 哈佛大学录取部的院长 威廉·菲茨·西蒙斯教授就说 别小看着区区几页纸的个人陈述 它可是一生经验之精华 有经验的录取官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个人陈述的深浅 如果你活到二十来岁发现自己一生没什么可写的 那么你就该警醒是否是在虚度人生 国内很多家长和学生喜欢买这种现成的个人陈述 或者找中介找人代写完全代办 这恰恰背离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精髓 但这不代表不需要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专业的顾问介入 而是说你要有一个独立的判断能力 独自去找顾问 找好顾问 你和顾问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你要和他不断的协商互动交换意见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甚至要敢于提出和顾问相左的意见 在美国很多学生在申请大学之前 他们都会和这种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 专业的顾问 还有他们自己的家长 还有这所大学的学长学姐 进行多次的头脑风暴式的讨论 美国的升学指导老师就说 很明显 亚裔的学生 大多数人 思路杂乱无章 想法不接地气 甚至连基本的行文规范都做不到 做留学的真相两年多时间 除了每周围绕这个节目以外 每天还有很多学生和家长 找我咨询留学出国相关事宜 去什么学校 选什么专业 找哪家顾问 说实话 我不是一个专家 每次做节目 我要么是靠看书 要么是靠周围的那些 我觉得比较牛的那些留学生 还有行业内的那些有经验靠谱的顾问去请教 去年我们既然正式开始创业 我们就想开发一些产品来满足大家的这些需求 这就是我们推出的一个服务号 叫对口留学平台 虽然现在只是服务号 但是里边的内嵌的这个H5页面的功能 已经是什么都有了 你可以去体验 给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 因为产品刚上线 肯定有很多瑕疵和不完美 我们会不断的完善 做这个平台目的就是为了帮你找行业 留学行业那些靠谱的生学指导老师 靠谱的顾问把他们拉到这个平台上 你有需求他们尽表出方案 你来选择我们来做第三方 出国留学 我觉得学知识是次要的 能领会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 比如说等容得下别人不同的观点 要有批判精神 而且追求结果更要看重过程 现在我们变成了就有份散播